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2019年12月9號的 榮耀華爾街 我是某種證券投顧的投資長郭忠榮分析師 也是全台灣LINE粉絲人數最多的分析師 也是經濟日報新聞冠軍的紀錄保持者 郭忠榮分析師 大家好 台股今天真的創新高了 我上禮拜五直接預告 禮拜天也直接預告 這禮拜就是會創新高 想想看你要怎樣的分析師 我相信今天一定很多人看我們節目 為什麼 因為慢慢慢慢有些空軍以及空手的人 慢慢願意相信我了 其實前陣子很奇怪 反而是叫你去做空的空手的分析師 你會發現反而點擊率高一點點的 我點擊率下滑一點點的 其實那時候我就知道 台股會將逐漸的慢慢的溫水煮青蛙 空軍實際上是最痛苦的 這也是我的標題 這也是我的標題 同時沒有 你不得不張開你的眼睛 台股今天就是突破了 29年的新高 11668點 你如果硬是要找理由 說今天上跪指數有點開高走低 雖然突破11668 可是最後還是沒有站穩11668 來到11660 你硬是要這樣子安慰你自己 Fine 然後我只能跟你講 你只是越來越痛苦 因為事實就是台股穿新高 事實就是就算上跪指數也漲 事實就是今天台股還是漲 你要搞清楚事實啊 朋友我什麼都不必說 我只要請你回答 你或者你看的分析師 可不可以回答一個最簡單的問題 台股歷年來哪一個月份最適合做股票 沒有辦法回答對不對 要嘛就沒做研究 要嘛什麼 要嘛就是為了空而空 我跟你講答案就是12月份 你知我知 所以我才那時候一直說 來 121多頭歸對 有沒有 用了七八年的梗 還是很好用 還是很好用 朋友這個誇不誇張 11月11日 到現在低點 真的沒有跌破耶 上禮拜美國股市 這10月11日要低點啊 這個 121啊 上禮拜美國股市 兩天跌了548點 台股還漲8點 我說你還搞不清楚狀況嗎 你到這邊還要做空嗎 你們一定要每個人一定要眼見為平 一定要不到黃河心不死 才知道台股真的算新高了 我跟你講 不到黃河心不死 沒有關係耶 其實沒有關係耶 什麼意思 不到黃河心不死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你到了黃河就心死了 那沒關係 我怕的是 你不到黃河心不死就算了 到了黃河 你還是不信邪 你還想繼續想跳河下去 這個就是現在空軍的處境 如果你到現在還是願意做空 還是想做空還是空手 那我跟你講 你不是不到黃河心不死 你是到了黃河 你還想繼續跳下去 我們沒必要自覺墳墓 不是你的錯 是有些老師 有些分析師 有些素人 跟你一些空手的連論 不是你的錯 猶豫不決 本來就閃過的天性 不是你的錯 你唯一 有小小問題 我只能說你沒有馬上加入我們行列 可是這不算錯誤 這是小小的問題 這很快可以修正的 這一切都不是你的錯 所有的問題我來扛 所有的問題我來扛 你趕快考慮清楚加入我們行列 我真的不多說了 好不好 11月21號 有本事的分析師記得 誰叫我剛好那時候生日嗎 同學沒有 那時候生日的時候 好多人打電話來慶祝 好多人來參加我的生日 假的優惠狀案 可是一看到美股一跌了 馬上縮住了 馬上縮手了 結果呢 今天又創新高 今天電話又多了 其實你應該開心啊 看這邊 你應該開心啊 什麼開心 今天是慢慢的創新高 如果要給你致命三 就像我講的 你在一根跳空開高 開高走高 那就會殲滅了至少一半的空軍了 做股市簡單四個字 順勢而為 現在正在摸頭 你不要看那些老師在表演 畫面給我 我不知道做空的老師多不多 可是我知道有人在做空 那不要去看人家去表演這些 那個喊一百年 喊掉對了以後 壞掉的鐘 對了兩次以後 那個沒有任何意義啊 你懂嗎 鐘停留在12點暫停了 一天總會轉到兩次嘛 總會對兩次嘛 那個沒有意義啦 沒有意義啦 好不好 所以我就說 為什麼 我上次跟大家講說 你一定要來看我節目 為什麼 你會發現到第一個 我很有名嘛 第二個我粉絲人數多嘛 人家為什麼看我節目 難道是我特別不準嗎 但是我嘴比較準 我比較有名氣嘛 這是很簡單的邏輯思考 為什麼有些老師 分析師會特別攻擊我 不要說有些啦 幾位啦 為什麼 就是我國中人氣高嘛 我都開玩笑說 他每天看我節目要反著做 那很簡單嘛 他都看我節目嘛 所以我是他老師啊 連有些分析師都要看我節目 那我不是他的老師 他不是我的粉絲那是什麼 所以你更要看我節目 你更要參加我會員啦 欸 看到我股票 看個男男股票弱 然後就要去空他 就要講我的股票很弱 那 都是照著我的二手簡訊嘛 為什麼 因為我都在 我可能買進了 節目上公開了 才照著反著做 有什麼意思 你要選就選 老師中的老師 我就是你最佳選擇 他說沒有 突破了 就是突破了 你得要面對事實 你不要想我之前沒有賺 我好可惜 我放棄了 這不是你要的答案啦 如果你放棄你現在自己的想法 如果你只要覺得你不想做多了 你根本連看都不看我節目 真正放棄你知道哪些人嗎 真正放棄的是 我有兩萬多粉絲 我現在快要三萬的粉絲了 真正放棄是哪些 三萬多粉絲 有一萬多人沒有每天看我節目 他們可能放棄了 可是你今天只要有看我節目 我跟你很大聲講 你沒有放棄 你內心深處就是想要加入我郭總的會員 我們等一下面對現實 如果你就是想空 你就是想用力空 你連看我節目都不需要看了 所以你沒有放棄你自己 我不許你這樣說 你沒有放棄你自己 好不好 我跟大家講 你居然沒有放棄你自己 最好的方式趕快加入我們行列 剛突破新高而已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很多事情都我預測對 來 我是不是說大洞要腐爛了 腐爛了 那你看 要簽約之前是不是要釋出善意 鹿排除大豆豬肉關稅 是不是要談妥了 是不是要給他機會了 那好了 貿易戰最主要就是兩方給他課關稅 大陸不課大豆豬肉關稅了 這個是川普的致命傷 他不給他致命一級了 直接 那當然川普也不給對方致命一級 我暗示12月15號可能不對大陸關稅 為什麼 因為加稅加關稅 都是什麼 都是砸自己的腳 來 什麼砸自己腳 我問一件事情 這種都是不治的 我講個簡單 年輕朋友們最近要去泰國 很多人反映什麼泰國 哇泰國 哇我去泰國 我還要給他三個月的財力證明 瞧不起我們台灣人 有沒有 有些朋友們會這樣說 那就有人建議官員們 哎呀 大陸喔 不是大陸 說說 泰國喔 去泰國旅遊 還要加簽 還要三個月的一個薪水 還要三個月的財力證明 侮辱我們 我們也要對這些 泰國來台灣的遊客 也要跟他們實施比較多的費用 也要請他們付出財力證明 那官員們直接回答了 何必意氣用事 什麼意思 苦是苦誰 苦是苦泰國 不是苦我們 我們不去泰國旅遊 自然可以去別處旅遊 我們沒有必要 還要對方付財力證明 那也到時候怎麼樣 苦是我們 一樣嘛 關稅也是一樣嘛 幹嘛砸自己的腳 兩方想清楚了嘛 我們不能因為 就像一樣我們不能因為泰國 需要我們付財力證明 我們不去泰國玩 那沒關係啊 泰國遊客還是可以來我們這邊玩啊 受益的是我們 我們何必砸自己的腳 一樣啊 川普現在想清楚了 何必砸自己的腳 不就這樣子嗎 那是不是我說的 我那時候說過 就算沒有 要確定 簽約 我說至少我這個關稅也不太會加了 我一定有講過類似這樣的話 好 可是沒關係 那你說投資阿你的意思是說 不簽約了 我還是跟你講 在12月底之前一定有消息 那是不是 1月簽約我現在不敢百分之百確定 可是12月31號之前一定會確定 一定會確定 我認為一定會確定傳出一個確定的消息 就是我們要簽約了 中美要簽約了 VMC 等著瞧 等著看 好不好 這我跟大家講的 我不要4號碼 我是跟你講 溫水煮青蛙 最恐怖 因為溫水去煮那青蛙 青蛙不知不覺就會沸騰了 如果你一開始100度 青蛙跳下去 馬上跳腳 現在的空軍阿 就是熬阿 等待阿 盼望阿 你們還在想 OTC今天沒有夠強 你們還在想台股沒有收最高 可是你們都不去看清楚事實 你可以講他們 不要講你們 因為各位你們還有救 好不好 還有方法救 他們那些空軍 還在想自己的理由 可是事實是 你拜託一點好不好 現在這邊都變雜牌空軍了 沒有人在12月做空的 這是基本common sense common sense 就像做空的時候 基本是什麼樣 龍券不好空 不會只有龍券四張 一樣而已 這叫common sense 基本常識 不會什麼 空錯股票 都是一樣 做空做多都是一樣 有很多common sense 基本的sense 沒有人在12月做空的 好不好 這是我跟大家講 那除非一個原因 就是想要收我國總的會員 恐嚇我國總的會員 不然何必在12月做空 何必呢 我們講是事實 我講是理論根據 過去10年來只有去年 那是中美貿易戰那時候 最烈的時候 去年12月沒有展 可是去年12月沒有展呢 123四月大多頭啊 12月本來就是做多的依考季節 好不好 你不要覺得這樣後悔 因為現在才12月9號而已 真正後悔是等到1月也過了 才發現 木狼回首 台股已經在12682附近等著我 會不會 我不敢這樣說 應該這樣說 我不能這樣說 我們不能講目標價 可是我做那一首詩給你 我認為 到時候 maybe是 稅不中一不遠 好不好 我不要講說2月 我想明年的時候 好不好 稅不中一不遠 好不好 這我跟大家講喔 所以先想看 你要展的分析師 這大盤 大盤在這邊 該跟他講你就講清楚 好 大盤講完以後 來我們來看一些個股 每個人都會懶懶散口 進水樓台宣得月 昨天還有粉絲跟我講說 投資啊 你真的很紅耶 現在每個人都會講 哇 大軍未動 我上禮拜有一些講錯了 不是大軍先動 是大軍未動 兩朝先行 台積電 先創新高 代表要創新高 大力官也是先動啊 只是我那天沒有話講大力官 反正一樣意思嘛 大軍未動 兩朝先行 外資就是要這樣子嘛 外資先拱台積電 暗示你 暗示你還不懂 像台股創新高你還不懂 那不是一樣嗎 那你現在 現在你還不去想一下怎麼做 那你跟禮拜五的 你不是一樣嗎 禮拜五已經暗示你大軍未動 兩朝先行 現在已經明示你了 台股就創新高 你還在沾沾自行 這樣不行 投票 股票到時候一定越來越好做 我們來看一下上位指數好不好 上位指數 要找理由一定可以找理由 要找郭總的股票 一定有一檔股票今天沒展 好不好 就像我之前講的戲碼 都可以 可是事實是我們對的 事實是我們對的 同樣上位指數還是天天在漲 這上位指數耶 這上位指數耶 所以我要跟你講的是說 大盤 也是要突破新高了 好不好 你在這邊喔 不要到時候真的後悔 那大盤 今天大盤穿新高的時候是誰拉 紅海拉 紅海盤都拉起來了 頭長 紅海盤都拉起來了 可是尾盤又殺下去 那有沒有漲嗎 還是有漲啊 還是有漲 尾盤還是有漲啊 尾盤既然有漲了 你就應該把它偏多思考 我們不要偏空思考 好不好 就像我講的 如果你因為之前紅海一塊兩塊 你就覺得我過這種錯了 我擬我今生無緣 因為我不是過十元 那更不是過一毛 過一塊 好不好 我要跟大家講 所以沒有辦法 股票一兩塊 而且我從來就說過了 紅海是要犯殘的 就如同 連發科是要犯殘的 連發科我今年股價我很看好 只是這檔股票可能要放更久 Maybe可能放更久 所以這檔股票我就不多說 我簡而言之 高通 來畫面給我 高通 人 比較老的分析師比較好 我常常在講 我說你像看到有些台面上素人 然後沒有分析師執照 自稱素人的 沒有在最近同屋公司上班的 賣課程賣軟體 賣課程賣軟體賣訂閱 沒有在同屋公司上班的分析師 通通違法 通通違法 我可以舉十個以上例子 而且已經有判決書出來了 都違反證券信託及顧問法第四條 第四條 你回去查 好不好 不多說 那我要講的是說 為什麼朝這邊來 我想說我們要找一個 合法的分析師 我說老師有經歷比較好 我說因為至少我經歷多久 你們一查可以查得到 素人你不一定查得到 因為連臉你都不知道 連名字你都不知道 出了事沒辦法有人負責任 我說經驗9比較好 我說我在前幾年的時候 iPhone 6s的時候 我講個故事 那時候 流行 猜猜看 你買中的 iPhone手機 是台積電代工的 還是三星代工的 那時候我猜到 因為那時候 剛好我有會員朋友們 我有會員 硬是要送我一台 台積電的 員工 硬是要送我一台 因為那時候 台積電員工 可以比較快拿到 不是台積電員工 我都要慢三個月 台積電員工應該說 比較便宜拿到 那時候現在好像沒有 反正那時候有 不能公開的事實 反正現在大家都知道了 台積電員工還可以打九折 人家就送給我 那送給我 那在這邊的那個價格對不對 便宜就算了 重點是那時候 台積電的那個代工的 手機晶片比較好 什麼意思 那時候台積電員工 可以員工iPhone的手機 然後比較便宜就算了 可能那時候有分成兩派 就是你要打開手機 然後用軟體測試以後 你才知道 是台積電的晶片 還是三星的晶片 你聽懂嗎 是台積電的一個 代工 還是三星代工 結果剛好那台是台積電代工 我另外一個朋友是三星代工的 同樣都是iPhone喔 結果呢 消耗的時數 假設我這台可以用17個小時 我可以用22小時 它那台只能用17個小時 你犯一天 我比你多耐用5個小時 你會不會覺得三星代工很爛 所以從此以後 iPhone不找三星代工 那現在 聯發科就是利基 聯發科最新的一個手機晶片 來我們看一下 看這邊 天機1000 人家說天機不可洩漏 結果聯發科天機 也不太貴 賣70美金而已 當然賣70美金 當然其實還是比高通的貴 因為他這次用5奈米 用5奈米的一個情況之下 然後他的對手呢 他的對手是高通的晶片 865 勞龍的晶片 Snapdragon 865的晶片 他是採用7奈米 什麼意思 數字越小 製程越先進 我給你一個結論 他7奈米找台積電代工 也找三星代工 他要分散一個風險 可是他最大的錯誤 第一個他找三星代工 第二個他要7奈米 又比聯發科的5奈米 而且加上台積電好很多 我再跟你講好了 官室 官室 注意不好意思 人都有缺點 我就是講話大舌頭 官室 7奈米的台積電跟三星就差很多 個人貫視7奈米的三星 跟比較vs比較 5奈米的台積電 我認為這次聯發科會狂贏 信不信有你 你不要到時候聯發科噴出去 來跟我講 我今天花比較多時間講聯發科噴 好我要跟你講 我不要等到他真的噴出去的 你到500塊到460470 郭老師 真的好可惜我沒買到 那不關我的事 我這個算是什麼 做人情給各位 你要不要加入隨便 那有人說 投資長 那不要參加會員 看我節目就好啦 你要這樣想你損失更大 你損失更大 好不好 我要跟你講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的進出點 我不會跟你講那麼清楚 我先跟你講 我先跟你講 好不好 因為我沒有要跟你負責任 像優群 我當初賣得很漂亮 可是投資長今天拉起來了 拉起來我講過 我還是有考慮觀察他 我都講得很清楚 我不會股票賣掉了 沒跟你講 對 要更正說法 賣掉了 可能第一時間不會跟你講 可是我不會跌了 我就說沒有 我就跟你講 我就是這種個性好不好 就像3511系馬 我快笑死 有人說這成交量很小 這一兩千張 這成交量很小 可是系馬 我也說過了 我不會因為 我股票第一個 我不因為漲或跌 我就不敢講 我今天偏偏要講這一檔 我偏偏要講這一檔 那你會看到有人 會想要偏偏跟我做對 那都沒關係 我們都尊重各位 您知道記得一件事情 分析師如果是要 輪到要跟我股票做對 那沒有好好研究股票 那就失去了分析師的本來意義 我這樣說沒錯吧 好 那我來看一下 我股票掌握跌我照樣敢講 可是我要跟你講 我講一件事 我有沒有說我要加碼 我說過我不一定考慮要加碼 你們一定有看我節目 一定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說如果是單純的戲碼 我也可能會進場 考慮進場 可是如果是跟其他股票比 我覺得有其他股票比他更好 我都講得非常之清楚 那現在都回到城門這附近了 回到城門這附近了 我跟你講 短期內如果沒有再上去 我也不想再進場 好不好 甚至考慮要出掉 我都講話很實在 可是會不會出掉 或者 確不確定到時候會不會再進場 這都是取決於我最後團隊 跟誤我的決定 我只能看我目前的看法 好 我就是這樣子 我講話就是這麼實在 我講話就是這麼實在 我不會只講展的股票 我講展的股票 我今天可以花20分鐘講宣德 我沒有講說宣德整理整理 就像期班一樣 我像禮拜一起期班 我說宣德第一天 有沒有 期班今天又拉上去了 我怎麼講的 我說期班跟宣德一樣 都是投信買很多 外資買很多 牛皮股 牛皮股 我們講 有啊 宣德你看 投信一直在做帳 宣德你看 我怎麼說 我上禮拜怎麼說 我說宣德一根紅K 再一根黑K 展停板隔天 急速下殺 不要追高 反而你要在回檔的時候買進 又噴出去 期班上禮拜有沒有講 有 我說期班就像宣德一樣 上禮拜收黑K 你反而不必怕 這禮拜就有機會噴出 我有沒有講過類似的話 有 所以你想想看 你要什麼意思 我今天大可講20分鐘的 期班講宣德 沒有 我反而講一些弱的股票 我就是鍋子 我就是敢講在前面 我就是敢參加比賽 我就是敢公開比甚至比會員人數 公開100萬也可以 我就是敢 你要找老師 是要找老師中的老師 有些老師一直在看我節目的老師 那就是我嘛 一直看節目 你看說 一直看我 老師都看我節目的 老師 那就是我 投資廟 你想想看你要站分析師 我再跟你講一件事 你不要覺得現在 創新高了 沒機會 沒行情的 什麼叫太高 沒有叫做太高 來 我這個一個邏輯 你們可能沒聽清楚 來來來 股市本來就是不斷的向上 來我問你一個最簡單的東西 我在中場休息的時候 問你一件事情 你先回答我 像陽春麵一碗多少錢 有50塊的嘛對不對 30年前陽春麵一碗多少錢 5塊錢 你先回答我 你想清楚 50塊的陽春麵 跟30年前的5塊陽春麵 有差什麼東西 你想清楚沒 你沒想清楚 我想清楚沒關係 我跟你40秒想清楚 這50塊的陽春麵 跟5塊的陽春麵的差別 決定於你 會不會是最後贏家 那你想通 要不要買台北股市 要不要在進場台北股市 最主要原因 陽春麵跟股市有什麼關係 有 我等一下休息一下 我馬上回來跟你講 那這個廣告時間 只有不到短短的40秒 你想清楚 你歡迎來電洽訊 080668085 或者私訊我 加我LINE 小耀手A178 不論對我錯 一切一切 我預告在前面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現場來 來 我剛才是說 給大家一個思考時間 來 50元的陽春麵跟5塊的陽春麵 30年前的陽春麵 有沒有差別 你沒有差別 那差別是什麼 你錢變飽了 錢變飽了 經濟的歷史 就是不斷不斷的錢變飽 你等一下接受事實 什麼意思 就是你不理財才不理你 台股北股市90%又創新高 你不要說突破 不要說 不要說什麼 11668點 這29年新高 他早就突破歷史新高了 你還原前值 你紅海 雖然說紅海 70幾塊 你還原前值 紅海多少錢 我只要跟大家講 很多人都喜歡這個 我們看一下最簡單的 你還原前值 你紅海變多少錢 2317 我們用日線 來看一下 紅海還原前值 在這邊 我們用還原 我們用還原兩個字 我把它畫線 畫一條線你就知道 這邊 這條線 我再畫一條直線 不好意思 好 紅海現在價格 跟那個時候價格一樣 有沒有看到 跟這個時候價格一樣 這什麼時候 2018年8月16日 好不好 你有沒有看到 紅海價格其實 如果那時候 然後 這樣看你可能不懂 我直接給你一個結論好了 好不好 我結論什麼 我結論是 那個時候 如果你在83塊 你們看到 我剛剛有畫一個十字號 2018年8月16日 那個時候 如果你在買80塊的紅海 買 應該這樣講啊 你買93塊的紅海 還原前值 等一下 你可以這樣講 你的紅海 我這樣比較簡單好了 我舉個歷比較好 這剛好就是live節目 你的紅海 你看起來80幾塊 可是你在經過這10年來 如果你以前在80幾塊買 你現在是80幾塊 其實你早就可能賺了2-30%了 你聽得懂嗎 我在講一次 以前買83塊 放到現在83塊 絕對不會是賠錢 因為有出全息 你的股票 經由不斷不斷的時間累積 早就其實股價創新高了 台股早就突破12682了 只是因為他除全息 把他點數扣掉了 股票 跟楊村民一樣 只會越來越貴 搞不清楚狀況的人 一直想要去做空的人 做短空 我勉強可以接受 做殘空 我覺得 是砸自己的腳 跟要客觀稅也是一樣的 這是我要講的結論 所以我最後要跟你講的是說 很多股票在這邊 還是在慢慢的慢慢的 創一個新高的過程中 我希望你不要錯過 不論是鴻海 不論是聯發科 我說大家做朋友 這個鴻海聯發科我公開講 那有些股票詳細的買賣點 我絕對不講 你要占我小便宜 我都沒關係 因為大分析師本來就一定 會被人家占便宜 不論是各位 或者是說其他分析師 那都沒關係 那都沒關係 我游泳氣敢預告行情 想跟你講行情 我不要濕透化馬後跑 一樣 我今天花一點時間講勝利 勝利盤中有公布營收 月增年增 年營收 累計也增 今天有點弱 我不太知道原因 是因為還沒有發銷 怎麼樣 可是至少股價不會太差 好不好 這有更大 可是營收盤中就出來了 好那最後 我要講的是說 回到我的重點 這個就是今天重點重的重點 國際三禮拜有沒有講拉尾盤 有 今天創新高 那你硬要說 哇今天要殺尾盤的 投資產今天硬要殺起來 我只能講 天天找理由做空 天天找理由空手 是一件很累人的事情 我們不必找理由去做多 什麼意思 我光是看趨勢那麼簡單 你就知道40白在眼前 40 好不好 不對喔 現在372塊 不是40塊 人笑話 投資產 這是華興科 奇力心從890塊獎 獎到現在快110了 等一下喔 奇力心也是一樣 這邊目前為止 慢慢的慢慢的股價往上噴了 2492華興科也往上噴了 欸你看到新聞每天都利多 你還不需要都5G的 這個看這邊 國際營收潘金蓮次高 有沒有看到 然後咧 另外一個新聞 外資暗戰國際不追環球經 這些事情我早就說了 我有講環球經很多次嗎 我一直講國際講國際講國際 300元的雙雄 韓系大產帶頭 這個最好 因為以前是國際帶頭 等到國際帶頭 你一直斬一下什麼就要厲害了 哈哈哈 國際一斬價很恐怖 為什麼國際這次不敢帶頭 因為之前被人家罵死了 可是如果這一次是韓系大產帶頭 針對通路山調升價格 可能影響1M產 溢價 溢價有時候簽 簽產約怎麼辦 那就不一樣了 等到這個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跟你講 股價 早就什麼 木狼回首 木狼回首 400元就在燈火藍山處 或許500元就在燈火藍山處 你不要錯過 好不好 走過路過不要錯過 我說過 我是被動元件的專家 你要買被動元件的 投資料 基本上你能買得起被動元件的 你不能是 國具 華新科 或者是奇力心 其實 匯費對你來說 並不是一個太大的一個要求 我要跟大家講 不會賺的匯費最貴 好不好 所以你去從頭到尾想一件事 121有沒有講發威 12月份行情有沒有講會 會噴出去 有 台股在美國到窮跌500多點 我說台股漲是史上最強 選舉行情有沒有 有 你都知道 你看我節目就代表 你其實你就算做空或空手 可是你認同我的想法 你還是想做多 如果這樣子 你趕快加入行列 不論是121 或者這些多頭歸對 或者這些想法 好不好 那股票也好 很多股票慢慢慢慢噴出去的 你看 比如說或者是聯發科 好多好多利多 那更不用講 今天被動元件的全線噴出 他全部都在創新高 他全部都在創新高 你要去了解事實 全部都在創新高 第一時間在講的 是不是我 你都知道答案 國際創新高 起立心幾乎天天創新高 這都是事實 所以你去想想看 你要怎麼分析師 我最後結論的是 現在還沒有簽中美貿易協議 股票就噴成這樣子 一簽中美貿易協議 我跟你講 到時候股價會整個狂噴出去 不要說我事後患馬後泡 請你正視事實 事實就是台股在今天創新高 現在是慢慢的溫水煮青蛙 這樣空軍最恐怖 最怕的就是這樣子 可是是我最開心的一件事情 那很多股票 進水桌台 宣得月或者七班 慢慢的創新高了 今天的聯發科也表現不錯 更不用說被動元件 所以你想想看 你要找分析師 想清楚我在今天台股 今天創新高這一天 你想清楚 你歡迎來電恰群 零八零六六八零八五 零八零來雷八零幫我 免付費電話 或者私訊我 加入我LINE小數S78 你詢問洽詢入位專線的 我務必 我個人會親自的回答 不論對或錯 一切的一切 預告在前面 我也希望各位都是朋友 一定要訂閱我的免費影片 一定要訂閱 而且要加小鈴鐺 想想看你要找分析師 也預祝各位能夠賺大錢 謝謝各位